現在大家很關心的一件事情就是中國的騰訊 非常的 財大氣出 沒有把台灣的法令放在眼裡 他現在要違法入台 好 我們的論文會說不準 但是財政部的官員 對外表示說這個是境外電商瞌睡的範圍 不過既然已經影響 社會的關注 會追蹤會輔導 來部長你說明一下這個我就看不懂了 針對一個 中國的騰訊 他違法要在台灣落地這件事情 入委會說不準 財政部說要輔導 我國目前政府的政策到底是什麼 跟委員報告這個騰訊他是透過這個App Store 這我了解 好跟Google 是沒錯 去把他的軟體上架 這我都了解現在我問你政府的政策是什麼 是禁止還是輔導 跟委員報告我把他是不是可以我把他說清楚 他的金流是透過Google 這個App Store跟這個Google Play 去透過金流 所以我們在財政部來講 因為他的收款方是Google Play跟App Store 所以我們是對Google Play跟App Store 有課稅 是這樣一個情況 稅基本上已經課到了 OK 好 至於他這個跨境電商如果他直接 網路上面 開放給國內民眾的話 我們必須輔導他 符合這個營業稅法的規定 做跨境電商的 設稅集 這我了解吧 現在我再跟你處理的就是 跨境電商的問題嘛 今天陸委會的立場是禁止嘛 然後你們要輔導他做跨境電商的登記 那我就看不懂啊 我們現在政府的政策是什麼 是 不准他來 還是 可以來 但是我要收稅 跟委員報告啦 基本上 就稅集上面來講的話 我剛才講的就是按照我們現行的法規來做 等一下 你說要做現行的法規來做 好 我進一步問 TV 做了你剛剛講的 那個稅集登記沒有 這個都已經 做了沒有 現在喔 我今天早上上去查喔 Netflix 有做 Fox 有做 Netflix跟Fox 對不起喔 騰訊做了沒有 還沒 還沒 好 現在問題來了 你說要按照法律來執行 那我們就來看 法律來執 如何執行 你們那個時候說跨境電商沒有辦你稅集登記 國稅局要研議開罰嘛 現在什麼 人家已經開始在台灣收費喔 也還沒有做稅集登記喔 那你要不要罰 跟委員報告 因為他是透過Google Play跟App Store 來銷售他的電子商務的東西啦 所以我們只針對 Google Play 跟這個App Store來課稅 對不起喔 那是一碼歸一碼的事嘛 剛剛你也跟大家講 要輔導他做跨境電商的登記 那我們就來看嘛 加執行非加執行 營業稅法第51條的規定 這也是你們財政部的官員對媒體表示的啊 說要開罰 那怎麼開罰 大家就在問啊 然後你們說啊 會跟其他部會 來討論 到底是要怎麼樣 到底是要禁止他營業 還是要給他其他的罰則 奇怪 怎麼部長今天在這邊講的跟財政部的官員之前對外面的表示完全不一致 沒有跟我們報告啦 就是說因為他並沒有直接對境內的這個消費者銷售 他是透過Google Play跟App Store 所以我們的對象 是Google Play跟那個 如果啦 部長你這樣講可以成立的話 那 其實答案就很簡單啦 你們何必要去輔導他 來做跨境電商登記 不用登記啊 就按照你所說的啊 就透過Google Play就好啦 他如果沒有直接銷售 基本上我們就不會去 要求他 稅計登記啦 那如果他 如果他有直接銷售 如果他有直接銷售 這個是誰說的 這個是誰說的 然後呢 你們最近 媒體爆出來說不甩 我們台灣政府的禁令 訓騰VTV悄悄登台收會員 金流直奔海外 結果 你們財政部的官員是什麼 你們財政部的官員跟大家講說好 我們現在要跟其他部會 討論 怎麼樣 去處罰 結果今天部長 今天站在這邊的立場似乎是說 不涉及跨境電商登記的問題 稅可以收到 沒有問題 騰訊的事情現在跟財政部已經沒有關係了 是這樣嗎 跟委員報告 如果他直接提供 這個這個 這個 那個銷售的話 當然就涉及到 稅級的問題 那這裡我也要特別說明的 就是說 如果 因為他是一個 OTT的業者 他如果利用網路在台提供 運輸服務的話 那麼這個 是不是可以 當然要主管機關 比如說NCC 或是陸委會 這邊 他要源頭採取管理 那麼 我們財政部 對不起陸委會跟 NCC的部分 跟文化部的部分 我會另外去質詢他們 今天我問的 就是財政部的立場 因為財政部 說詞反覆 在媒體上面講一套 今天問又完全不是這麼回事 所以部長我最後要跟你確認立場就好了啦 跟文報告 我剛才的立場 部長不好意思 我跟你確認立場就好了 前面 之前財政部的官員 對媒體講的都不對 今天部長講的是說 不會涉及 到有關於跨境電商沒有繳稅處罰的問題 是不是 我再澄清一下 如果他有直接在網路上 提供影韻服務銷售 那這個就涉及到跨境電商 現在就有啦 部長你給他下去 把你自己的手機拿出來看 我知道 跟文報 你自己等下下去把你的手機拿出來看就知道了 他現在是透過App Store 跟這個Google Play 去銷售他的影韻服務嘛 所以這一部分我們直接對的 是Google跟App 這個這兩個 對嘛 所以我又回到前面的問題 那你就講清楚嘛 所以他已經不涉及跨境電商登記的問題 也沒有輔導的問題嘛 現在他等於是脫髮行為 繞過另外一個平台 在另外一個平台上面賣嘛 是吧 那針對另外一個平台 竟然去銷售我國政府所不准的服務 這件事情要怎麼處理 就是NCC 跟陸委會要去處理嘛 要去處理的嘛